欢迎收看上午九点钟的整点新闻 我是彭惠云 今天开始是农历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 再上四天班就可以放假咯 不过在这段时间内 天气可能都是一直湿湿冷冷的形态 要用这样子的天气来迎接兔年 详细的天气变化要交给姝瑞 是的 惠云没有错 从礼拜天开始这一波冷气团难以下影响我们 包含今天在清晨的时候 肯定全台的观众朋友都很有感 而现在已经九点了 我们带你来看目前各县市的一个即时温度 北部地区还是湿湿冷冷 只有11到13度 今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13到15度而已 那么中南部地区现在14到15度 有些地方云量比较多 有些地方可以看到透光 但是高温的部分大约是在18到20度 早晚还是比较偏冷的天气形态 而宜兰现在14度 花莲台东17度 澎湖14度 金门马祖分别是10度还有7度 目前还是列在气象局发布的低温特报当中 那么接下来还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温度是大家可能走在路上比较有感的 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体感 可能会更接近大家觉得冷的感受 所以帮您统设了一下 今天还有明天 在夜晚清晨最低温的时候的体感数字 像是马祖只有0度 金门4度 澎湖8度 而另外基隆苗栗还有彰化是在9度 台北新竹10度 而台南以北像是包含新北桃源云林嘉义 台中宜兰大约是11到12度 南投花莲14度 南台湾高雄屏东台东则是14度 不过这个体感温度可能是我们走在路上风吹过来的这种感受 不过如果是机车族的观众朋友恐怕对于这个体感又会更有感吧 也帮您统整一下 如果说像是以北部地区的户外温度落在12度为例的话 如果说机车的驾驶朋友您今天骑车的时速是在每小时50公里 那体感温度只剩下2度 如果是60公里的话是只剩下一度的 而另外我们如果看看像是中南部地区在夜晚清晨的时候 低温大概是在14 15度来看的话 时速在60公里的时候体感也只有3度哦 所以说骑机车在这种天冷的时候 全台的机车观众朋友您都会有感的 因此呢外出记得要多扎一件外套穿的比较厚一点 尤其是我们来看到沿海空旷地区 同样的在体感温度上面也会比较偏低 因为呢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风一强就很容易把我们身上的热气给带走 因此呢感受会再更冷一点 包含高雄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 还有离岛地区风都比较强 还有近海像是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 也都会有3到5公尺的长浪 所以会建议大家这几天先暂时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至于降雨的部分呢 今天主要是以桃园以北地区 特别是基隆北海岸雨势比较明显 所以气象局现在也持续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这个区块 整天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降雨的机会很高 预计整天都是有雨 那么另外呢 在东半部地区当然也会有一点 不过目前看起来因为银封面比较朝向 基隆北海印带 所以说包含在宜兰花莲台东 则是偏比较局部性的降雨 慧云 好 另外要看到确实天气已经降到各位数的低温了 不过天气这么冷呢 春节十天的假期 廉价天气会是如何呢 继续请假淑瑞 好 是的 先跟大家说 在北台湾地区基本上都是湿湿冷冷过这一个农历春节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降雨趋势在今明两天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主要是在北台湾地区为主 那么东半部会有一些比较局部 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降雨 但是呢 要水气跟温度配合得宜 才有可能降雪嘛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 目前在山区的水气并不是很足够 所以说要看到积雪或下陷的机会稍微偏低一点 另外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温度会稍微回温 就是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不过呢 降雨趋势还是在北部东半部为主 而接下来宜兰的降雨呢 会慢慢地越来越明显 因此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 北部东半部地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还是一个湿湿冷冷的天气 要迎接这一次的兔年 而降雨的趋势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体的天气表现上面 在礼拜一礼拜二持续受到这一波冷气团影响 刚刚提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这一波冷气团要减弱了 所以说北台湾温度稍稍地回升一点 可是水气还是偏多 而礼拜四的时候温度再进一步地一个回升 不过在礼拜五的小年夜 很快地又会有另一波的冷空气下来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东北季风的强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压是离我们相对比较远的 所以说呢 它影响的剧烈程度是有限 可是很快地到了除夕之后的这个初一 又会有另一波的冷空气补进来 目前预计下一波的这个冷空气有可能强度还蛮强的 会不会到冷气团等级或者是寒流呢 目前时间还有点长 我们要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可是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过年感受起来都是一个偏冷的天气 尤其是对于北台湾地区的观众而言 那么另外呢 对中南部地区来说 这几天还是一个周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所以说呢 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的温度表现上面呢 在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 各地的温度稍微回升 就包含连北部地区可能也在20度上下 但是各地早晚低温普遍是在14 15度 中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日夜温差了 而接下来到了我们大家最期待的农历春节 还是要留意一下 可能会有比较强的冷空气抵达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到底如何 以上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交还给慧云 好 谢谢书瑞提醒 也提醒观众朋友 在过年期间一定要注意天气 也要注意温差保暖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